同内心的强大程度 跟偶像包袱的碎裂程度 怕是成正比大 在之前的采访中 他就曾自曝 从小就是人来疯 不用爸妈Q 就主动演节目 我小时候那俩人来疯 小时候今天一来 我整个人都炸了 我就自己自动不爱节目 我不需要我爸 我妈出来Q我不爱节目 我自己就是这样 我就是小时候唱什么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花园你花多真心 小时候特别会唱这个 我还有那个表情包呢 就是这样的 就这个这样的视频 同款翻花手表情包 也给粉丝们分享一份吧 自己爆料这么耿直就算了 在机场 小童妹子也是根本不care形象 一个人抱着三杯饮料 喝不完还理直气壮 还要萌萌哒转个圈圈 调皮拨弄助理的头发 童三岁的呆萌可爱 比一双大长腿还要抢劲好吗 虽然关小童坦言 十六七岁时 会因为外界评论而郁闷纠结 不过到了二十岁就想开了 作为四岁就出道的老江湖 如今的童妹子 真的没啥不敢做的 发个自拍小视频 都要从头发凌乱的起床开始 摆遍小童了解下 素颜出镜 还要瞪眼做鬼脸 关小童也是小话